欢迎收听 报效 妇科专家 在您开心的同时 不要忘记订阅 并点赞和分享 第135集 而此时此刻呢 断浪这一脸从来没有过的阴沉样子 无不在时时刻刻地向众人 传递着一股不好的信息 从其面相上来看 这次手术好像是失败了 小段神医 我爹到底怎么样了 你倒说句话呀你 断浪看向了于光宗的儿子 这个嘛 不好意思啊 手术进行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什么 这于光宗的儿子文言顿时眼睛瞪得跟牛一样大 这货直接就把袖子撸了起来 二话不说的一声怒吼 你个该死的骗子 你他妈还我爹的命来 他一边叫喊着 一边疯了一样照着断浪就垂了过来 这时候 贾明 杨伟 龚正等人连忙上来 拦住了情绪激动的家属们 于光宗的三个儿女还有五六个亲戚 全都激动了 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 要不是因为贾明他们几个 还有几个护士的拦截 他们就差上来生死了断浪了 这时候 夏寒清了清嗓子 挺了挺腰板 走到了断浪和群情激愤的家属中间 他宛若领导简约自己的员工一样 十分潇洒 又十分淡定的挥了挥手的 诸位 诸位 诸位听我说 听我一言 断浪的事情 阳光医院一定会秉公处理 此次的医疗事故将会由阳光医院全权承担 我们阳光医院一定会给诸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此事我就马上交给检察组和公安机关 联合调查 立案处理 大家稍安勿躁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们阳光医院一样也是一个光明的守法单位 同时呢 我也希望各位按照国家的法律办事 惩处恶人 我们阳光医院与大家一样 义不容辞啊 但是在此之前 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此事 也被动的触犯法律 那就得不偿失了 对于这起由我院断浪引起的恶性的医疗事故 我下函以阳光医院代理院长 副院长 党组书记的身份 跟大家保证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平 公正 公开 合理的审判结果 而且 很快就会有结果 但是在此之前 务必请大家稍安勿躁 沉住气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啊 更何况肇事者就在眼前 我们还怕他跑了吗 对不对 对不对 让他偿命 这于光宗的儿子大喊大叫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这样的庸医不杀之 不足以平民愤呢 竟然以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此等人不杀 枉法何在 晴天何在啊 此人不杀 天理难容 一时之间是群情激愤 夏寒在面前 假意的柔软的安抚 却恰恰如火上浇油一般 夏寒高傲的抬着头 转过身 站在了段浪的面前 微微地笑着 段浪 看来幸运女神 还真不是什么样的垃圾人物 都垂青的 怎么的 事到如今 你是打电话自首啊 还是要我夏寒送你一程啊 段浪似乎根本就没听见 夏寒的话一样 眼睛望向了天花板 哎呀 现在人的性子 怎么就这么急呀 怎么就连听完一句话的 耐心都没有啊 夏寒文言一愣 段浪 你什么意思 就在这个时候 寒英 宋丽 还有张敏 推着单驾车 从里面出来了 单驾车上 于光宗身上覆盖着无军布 直奔重政监护士 而去了 夏寒一把拉住宋丽 你们这是干什么 宋丽一愣啊 什么干什么 手术十分成功 病人需要税后修复 要进重症监护士 怎么了 什么 手术十分成功 这夏寒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于光宗的儿女们 文言也是张大了嘴 还有那些亲戚们 顿时目瞪口呆 哑口无言呢 这夏寒咕噜一声 咽了一口唾沫 他拉住了宋丽 到底到底怎么回事 手术不是失败了吗 宋丽卡巴着眼睛 谁说手术失败了 胡扯 手术前所未有的成功 老爷子的命保住了 腿也保住了 谁说手术失败 无聊 众人都惊呆了 什么 手术十分成功 这于光宗的儿子侄子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那这也就是说 我爹不用死了 命保住了 腿也保住了 这刚才不是说 手术失败了吗 啪 那个人的脑壳被拍了一下 你哪只耳子听到说失败了 人家小段神医说的是 出了一点意外 对对对 人家小段神医说的是 出了一点小小 小小的意外而已 对吗 意外 人家是哪说失败了 人家 于光宗的儿子 尴尬的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嘻嘻嘻的笑着 走到眼睛 看向天花板的 断浪的面前 那个 小段神医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 那么 想起人我太冲动了 希望你别介意啊 不要介意 那什么 小段神医 你啥时候下班啊 我请你喝点酒去 我整俩菜 什么 你再说说 啊 听听了 你要给我发五万块的红包啊 哎呀呀 不用不用 我们阳光医院的医生啊 全都是为人民服务 绝对不索取人民的一针一线 那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 肯定不行 鱼光宗的儿子笑容僵在了脸上 啥 我 五万块 红包 我 我没说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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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子是不是散光了你 这时候 鱼光宗的侄子上来 一把捂住了鱼光宗儿子的嘴 你给我闭嘴 你个白痴 你给我闭了 而这时候夏寒呢 已经被震惊的无以复加了 他更是张大了嘴瞪圆了眼睛 一脸的不可思议 且无法相信的眼神 死死的盯着段浪 不可能 不可能 段浪 你不是说发生了意外吗 段浪笑嘻嘻的看着夏寒 啊 对啊 是发生了一点意外啊 在我做手术的时候 因为时间太长了 而且我昨天晚上啊 吃的东西好像有点多 有点杂 于是呢 就在做手术的时候 一不小心的 哎 我放了个屁 不 想屁 可想了 我很担心啊 我的这个屁 有没有影响到手术的效果 夏寒的脸都绿了 你 你说的意外 就是你 放了个屁 段浪摸着自己的鼻子 啊 对啊 哎 夏部院长 你也知道 像我这样有身份 有地位 有才华 有本事的名义 那都是十分注意自己形象的 这个屁 在那么庄重的场合放出来 真是对本人英明神武的伟大形象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与伤害了 难道说 这不是一场十分严重的意外吗 夏寒只感觉自己的嗓子眼里 一股鲜血 马上就要喷出来的冲动 一场十分严重的意外 居然 还是一个屁 哎呦 夏寒就觉得自己心口 不但憋着一口鲜血 而且这心率是由健康的75次每分的跳动 骤变成了120下每分钟了 夏寒就觉得此时此刻 自己是不是让自己的两颗犬牙 咬在端浪脖子左边那大动脉上 让它动脉破裂流血而死呢 这夏寒还觉得 自己不但一口血憋在胸口 心跳加速 还有一股无名怒火从心头而起 另外还有一股要燃烧的怒气 欲要喷勃而出是冲天而起啊 之前夏寒不相信三国演义的一些事 觉得那肯定是罗冠中瞎扯的 现在夏寒觉得 那王朗啊 可能真的是被诸葛亮给骂死的 而周瑜也十分有可能是诸葛亮给气死的 段浪依然抠着鼻子 哎呀 哎 夏副院长 哎哎 你这脸怎么惨白呀 你是不是病了 哎呀 夏副院长 你工作固然十分重要 但你也要注意身体啊 伟大的革命家 军事家 理论家 弗拉基米尔 伊利奇 乌里扬诺夫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 不会休息的人 那就不会工作 身体那是革命的本钱呢 为了阳光医院 为了阳光医院 敬仰您的同仁们 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啊 夏副院长 哎哎哎 哎呦我去 我说敬爱的夏副院长 您这额头怎么还冒汗了呢 看来你这身体 真的非常虚弱啊 哎 你需要休息啊 我们敬爱的毛主席 老人家曾言呢 居有横 何必三更起五更眠呢 夏副院长 你要学会灵活的掌握时间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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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呀 哎不敬爱的夏副院长 你 你咋还全身都在颤抖啊 哎呀 哎你这看起来 似乎更严重了 肾藏经 竹骨生髓 你是全身颤抖 如果不是生气所致 气血翻涌 造成肌肉被动的话 那就有可能是脑血栓的前兆啊 哎 血管堵塞 造成了压迫神经元所致 这可了不得啊 你 短浪 你给我闭嘴 夏寒是强行的忍住了 吐血三声的冲动 手指颤抖的指着短浪 你 你 你不要太嚣张了 短浪 你这次赌成功了 你有种 这次嘛 老子认宰 夏寒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 是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手术之前 他夏寒断言了 两位老人的腿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性能保住 这么低的几率 任何一个医生都不会尝试进行手术的 因为手术一旦失败 那就是人命一条啊 而短浪说这种手术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两人同时进行的手术 如果短浪失败 还则罢了 事实会证明他说的是正确的 而反之呢 如果短浪成功 那么就说明 短浪说的是正确的 这个手术成功率的确是百分之百 而他说百分之二十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下寒的医术水平 完全跟短浪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明明百分之百能治好的病 他因为医术差劲 只敢说百分之二十 从而误导病人和病人家属进行手术 而他下寒医术差劲进行手术的后果是 让病人没有了双腿了 他是要为自己的医术不经 导致病人失去双腿而负责的 这属于误诊误判 而导致的相当严重的后果 除了要遭受到病人和病人家属的 谴责和索赔之外 还有可能遭到家属的打击报复 甚至被上告到上级的管理机构 那也都是正常的 这还只是直面的冲突 而侧面的影响更大 他下寒的名声将会伴随着 这场手术彻底的臭了 还有什么比一个医生的名声 彻底臭了更自毁前途的事吗 将来他甚至能不能拿起手术刀来 都两说着了 这一台手术将会成为他下寒 此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 存在于他的档案上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一台手术伴随着断浪的成功 他下寒的行医人生 彻底的被断浪给毁了 这下寒是个聪明人 他想的没错 于光宗在经过了断浪 整整五个小时的手术之后 将腐肉全部剔除 血管全部梳理 感染源全部肃清 他不但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 还保住了自己的两条腿 而反观他的堂哥 于耀祖呢 虽然保住了一条残命 但是两条腿从膝盖往上三寸 全部的被锯掉了 一念之差 两种人生啊 一念之差 两条大腿啊 真可谓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选择断浪的是天堂 选择下寒的是地狱啊 刚刚从麻药中 醒过来的于耀祖 看见他的堂弟这边 人声鼎沸的 他连忙问自己的儿女 你叔父那边怎么了 是不是人没了 他的儿女们没有回答 而是默默无言地 看着他们的爹 终于他儿子道 爹 不是的 叔父那边活得好好的 刚才还要水喝呢 而且不但保住了命 还保住了两条腿了 什么儿 哎呀 哎呀 上头了 上头了 这于耀祖看见自己 消失的两条腿 一激动啊 嘎的一声 直接他眼睛一翻 就晕死过去了 爹 爹 爹 于耀祖的儿女们 赶紧拼命地招呼着 他那晕过去的老爹 但是他老爹是 一晕就不醒了 于是于耀祖的 大儿子一挥手 走 老二 老三 小四 小五 找那狗日子院长算账去 叫他还我们爹的两条腿 对 走 找那个王霸犊子算账去 他把咱大伯两条腿好好的 一样的伤 那凭啥咱爹就拒掉两条腿啊 必须把狗式的两条腿给他大舌头 要他命 他奶奶的无良用意 老娘要活劈了他 俗话说呀 西北狼 东北虎 东北的女人三千月甲可吞吾啊 东北的女人随便嚎一嗓子 那都是绝顶失传的神功 狮子吼啊 于耀祖这辈子没干什么大事业 但是在计划生育开始之前 却建造出了整整堪比一个足球队的儿女们 再加上叔伯哥们族内弟兄 堪比两支足球队的家族成员 带来了十来个替补队员的家族队伍 浩浩荡荡的就前来找夏寒夏院长算账来了 段浪这边正在跟夏寒对阵呢 眼看着那边于耀祖的儿女侄子侄女们浩浩荡荡而来 段浪连忙兮兮的笑着 哎呀 对不起啊夏副院长 我刚进行完一场手术 必然这医术不经甚是疲倦呢 我需要小气一会儿 你忙你忙啊 好好忙 段浪是赶紧给于耀祖那边家属们让开道路 夏寒可不是瞎子 他一抬头就看见那一会儿自带充气气囊的于耀祖的家属们 一个个是杀气冲天直奔自己而来了 连忙的大喊道 给我拦住他们拦住他们 他知道此时此刻他再说什么解释的话那都是废话了 此时此刻这些已经被气昏了头的家属们 会听你的什么百分之二十几率的节日吗 他们会听你说段浪的手术成功其实是一场赌博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胜算 这别扯淡了 他们根本就听不懂这些 就算能听懂他们也不想听 他们这些土豹子 瞅的是效率 看的是结果 结果就是同样的病情 段浪成功的治愈了于光宗 而他下寒呢 把他跌的两条腿给锯掉了 这就是结果 解释 解释什么呀 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 什么样的解释呢 都是苍白的 最最可恨的是段浪啊 他把明明百分之二十的几率 他说成是百分之百 这等于彻底的 变相的把他下寒 打进了冰冷的地狱了 并且永无翻身之日 下寒不是傻子 他知道 自己已经没有了解释的机会 这下寒是转身就跑啊 可是一转身一回头 还没等他看清前方的路呢 就见眼前一只堪比 沙包一样大的拳头 直接顶着他的面门 就砸了过来 你别啊 这下寒刚刚喊出 这三个字了 就眼睛一花 直接被不知道何人的这一句老拳 打在了鼻梁鼓上 他直接就躺在了地上 这时候 于药组的家属们赶了过来 顿时啊 球鞋 牛皮鞋 二年鞋 靴子 高跟鞋 等等等等 无数的脚丫子就朝他身上就招呼过来 现场彻底的热闹起来 看病的群众 来回路过的护士 匆匆行走的医生 以及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人声鼎沸 这场面彻底的乱了起来 断浪呢 断浪则是敲着尖的 走到了监控录像的后面 一个三百六十度大回环的翻踢啊 直接将那个球形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监控摄像头 他给踢碎了 然后走到目瞪口呆的杨伟等人面前 哎 臭啥呢 傻眼了 问你 知道什么叫浑水摸鱼吗 杨伟等人一愣 随即恍然大握 哎呀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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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 公正 还有假名党人 连忙的涌向了已经爆发 正在踢打的群众中间 大声的呼喊着 同志们 同志们 你别这样 别这样 快住手 住手啊 虽然嘴里大喊着 但是脚下的鞋子 却十分坚定的照着下寒的脸 就一脚就踩了过去 人群 人之下的下寒 再次传来一声声的惨叫 哎呀 同志们 同志们 别激动 要控制情绪 控制情绪 别 别激动 公正一边阻拦着大伙 然后他一回头一抬脚 照着下寒的肋骨 实实在在的 他就来了一脚 啊 下寒的惨叫声 再次猛增了一倍的分贝 大家后退啊 后退 主力解决不了问题 我擦 那个警察马上就来了 大家要是不想背负刑事责任 就冷静 冷静一下 我擦 我擦 那什么 相信国家 相信组织 会给大家一个公平的答案 我擦 我擦 弄死 这甲鸣嘴里呼喊着 一回头 更是高高的抬起一只脚来 照着下寒的手 哐哐哐哐 猛力的踩了过去 啊 啊 我的手 我的手 这下寒的惨叫声 是一声比一声嚎叫的厉害 一声比一声惨叫的痛苦啊 在这三个人 以及一些大夫的帮助之下 众人总算的将下寒 和于药组的家属们给分开了 躺在地上 血迹斑斑的下寒 已经奄奄一息了 鼻子里冒出来的血涂了一脸一身 贾明等人上前 关心的问道 贾编长 你没事吧 哎 贾编长 这下寒猛烈的咳嗽了两声 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咳咳咳 谢谢你们 谢谢啊 谢谢 这公正 假明等人一脸的严肃啊 不客气 夏副院长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下次我们还这么做 杨伟是踹得最狠的 但是此时此刻呢 他却一脸的关心 夏副院长 你没事吧 夏寒有点感动了 他没想到 此时此刻居然是断浪的这些同僚们 如此维护他 关心他呀 没事 没事 谢谢小杨啊 哎呀 夏副院长 你这话就见外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夏副院长 你的脸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好说歹说 这夏寒算是被送到了他的办公室 但是门外的于药组的家属们 依然是不休不饶的 警察不识时机的来到 但是文厅是新来的夏副院长 把人家好端端的两条腿给锯断了之后 就有点愁愁 加之场面混乱 根本就调查不出来是谁打了夏寒的 夏寒也叫不出个名字了 反正啊 在场的一百多人 他都有嫌疑啊 为了一个肯定要受到处罚 即将下台的院长 把这一百多人抓起来 这不现实 法不择重啊 前来出秦的小队长 须语尾遗了几句 急慌慌的 人家就收队了 因为再僵持下去 小队长发现 于药组的家属们 已经要把他们牵连到这些重大的 医疗事故里来了 什么沆瀉遗气啊 天下乌鸦一般黑之类的都说了出来 不但如此 小队长还发现 其中有一个好像未成年的小子 手里拿着一柄硕大的消防符 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自己 哎呦我去 这酒精沙场的小队长准确地判断出来 如果自己胆敢跟这些刁民来应的 这个未成年的家伙 绝对是趁着自己不注意的时候 从后面在自己的脑壳上来着一家伙 这时候不撤 更待何时啊 他的师父 现在的副局长大人李青山早就说过 派出所终身要守护的准则就是 所有的事情都竭尽全力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实在不行就祸西泥啊 这小地方的警察 责任是能推就推 能不管就不管 干虚事要高调 比如学习雷锋和党员理论什么的 这绝对要高调 但是出警解决事情 这事一定要低调 低调 再低调 只要是不出事 那就是胜利啊 至于官位 你再怎么努力 也得要等你的上司岁数大了 或者他被打压了再说吧 只要熬着 早晚又熬出头的那一天 这叫明哲保身 段浪这边 于光宗的腿保住了 于光宗和他的儿女们 全都是对段浪感激不尽了 特别是于光宗老汉 说啥也要把自己那 尚且没有大学毕业的闺女 许配给段浪 抓着段浪的手就不放了 里里外外的就说呀 他的闺女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俊俏 那十里八村就没有咱家闺女 这么俊俏的 只要你要了 拿结了婚一准 给你生个大胖儿子 给你传宗接代 那我 段浪对于老汉的热情 只能选择不断的 是啊 同时啊 于光宗的儿女们也不断的夸赞 那大拇指不停的树立着 神医啊 神医啊 那什么 小段神医 你等着 跟着几个 这就给你定制十七八个紧急过来 少来那些虚头八脑的 小段神医 微信号多少 我给你发红包 哎 小段神医 我关你尚且孤身一身 我有一个远房侄女 那人长的 那叫一个殆尽的 老郡了 我跟你说 而且亲生一副聚财的符像 哪屁股还大 可大了 我跟你说 生儿子 哎呀 哎呀 小段神医啊 等我爹病好了 一定到我家来做客啊 我妹妹这几天就放假了 我叫她陪你好好喝两顿 尝试咱农家纯正的绿色产品 韭菜盒子 夹那个大肠刺身 哎呀 那味老香了 我跟你说 这余光宗的儿女们 尚且把段浪围绕个水泄不通 这时候 门被哗啦一声推开了 只见门外呼啦啦的 就涌进了一群人来 这群人的手里 每个人都拿了几面锦旗 这粗略的看了一下 至少有三四十面锦旗啊 什么妙手回春 话陀在世 扁鹊重生 等等等等 全部都有 这大胖子也不管别人 直接招呼这些人 快快快快快 这里 还有这里 全都给我挂了 全挂了 这余光宗的儿女们蒙低了 哎 汤哥 你们不去护理你爹 你来这干啥呀 这大胖子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那个小段神医啊 实在不好意思 之前呢我们对你态度十分的错误 现在我们已经深刻的反省自己 我爹因为后悔已经晕过去了 那什么 这医院附近的几家那个牌匾锦旗定制的锦旗存货 我都给你买过来了 我们要把这些锦旗给你从窗户装饰到大门外面 段浪是连忙的挥手啊 哎哎哎 别别别 这位胖子大哥 不好意思啊 我问一下 你们父亲余药组的主刀医师是夏寒 你们怎么 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啊 你说那院长啊 去他妈的 我们哥几个 要不是你们院的人拦着 我直接进去会踹死他 那庸医 庸医啊 他把我爹的腿给锯掉了 我们后悔啊 我们 没听小段医生你的话 那啥 小段神医 我们想再求你个事啊 能不能给我爹再做一次手术 把那两条锯掉的腿给我爹安上啊 这 这 段浪语重心长的道 这位胖大哥啊 这个 真不好意思啊 不过这锯掉的腿 那是真不能安上了 终究你爹 他不是变形金刚啊 这个 我真是无能为力啊 那是真好 那是真好